泉湖 今天大家要我一个人 然后我准备今天有自己的 一样是独旅行城 昨天跟金珍姑去吃發現 平常的香港人真的都在吃耶 OMG還要排隊 太誇張了 滿滿都是人 我剛剛在路上 剛剛有人經過我頭突然說 哈囉林軒 我看你youtuber 沒想到在香港還真的是被蠻多人認出來的 我有驚嚇到 我現在找到了南方園 哇 我的廣闊道路 還有西路市 超多人 然後現在打算去走走晃晃的 然後南方園真的滿漂亮滿傳統的 這條街真的是滿漂亮的耶 我現在其實找不到我要去哪裡 所以我要再晃晃走走看 我現在呢在中環的街道上 然後走來走去 我發現這邊有超多那種樓梯式的 然後我覺得如果要走在這裡 一整天的話應該會超級無敵的 太酷了 他們在踢墊子是不是 我好喜歡這裡的氛圍喔 雖然今天有點實實 超超實實的 可是這個步道下來 整個都是很有異國風情耶 很讚 好像找到我覺得還不錯的店 好可愛喔 看起來超多老舊的 我先進去看 拜拜 超酷的 它有各種這種 好可愛喔 大家真的很適合來這裡耶 太可愛了吧 終於看到丁丁車了 哇 超多的 原來這裡上環的地方就是 非常有這種感覺 大家看 哇 丁丁車的經過 上環站 耶 要去中環轉站 要去中環轉站 大家還有我現在呢 準備要搭這個 拳彎 先到那個旺角 只有第一天 第一天跟今天不是旺角耶 所以今天呢 我要進去旺角看看 白天的旺角長怎樣 穿了一個新鞋子 給大家看 我前幾天買的新鞋子 請到了 我現在到旺角了 那我們現在準備去 鯨魚街 我在小紅書看到的 然後我想說 可以去鯨魚街看看 到底長怎樣 這個就是鯨魚街喔 超多人被困在裡面的 太酷了 這整條都是鯨魚的 整條都是鯨魚的 整條都是水族館 對 它多半天不滿意 感覺菜哥會喜歡這裡 哇 超神奇 天啊 我看到一個超可怕的東西 喔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真的嚇死我了 真的嚇死我了 這裡真的是太誇張了 OMG 全部都是鯨魚的 這條整個都是在賣 就是水族的超酷 超酷 第一次來到這種地方 現在來到一個天橋上 旺角的天橋喔 然後這邊呢 可以看到蠻多 就是很當地的一個 很漂亮的一個景色 但我第一天來的時候是 晚上 今天是白天來 蠻酷的喔 這個 這個就是這樣 然後再等一下去看另外一邊 超酷 看一下看一下 超級酷的 大家公車都停在這裡 然後呢 現在呢 就是 就是 在探索一下巷島 我覺得這邊蠻酷的 有花園街這裡 我現在又來到麥當勞了 嘿嘿 為什麼要來這裡買麥當勞呢 因為我發現 香港 有一個我非常喜歡吃的東西 是好像是抹茶口味的 剛剛有看到 我們來點餐看看 點午餐 然後 買賣 然後 甜品 這個 抹茶凍 可以嗎 耶 十塊 耶 我得這個抹茶 我來吃吃看 我來吃吃看他的豆乳皮 超級酷的 他很在裡面 oh my god oh my god 好好吃喔 難得麥當勞會出這種抹茶的 蠻推薦大家點這個 這個真的蠻好吃的耶 這個真的蠻好吃的耶 我現在呢 又回到了 backhouse的這個 中環的地方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昨天來這裡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有感覺的一個 街道 然後也很有異國風險 所以我想說 我再來這次進去走走看 好 好了 我現在呢 又到了下一個景點 這個景點呢 它其實就是在卸服 這個 這個好像也是一個飲料店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有點像杏品糖 但我想說 大家好像有推 我就來看看 好 走吧 這間蜜茲馬美 走吧 原來是台中的 請問 我是來這裡 喝 台中有的東西是什麼 它上面寫 來自台中 啊 我來這裡喝家鄉的食物 好啦 我來喝喝看 因為好像 大部分來這裡好像都還是會喝這個 然後它也是 就是大家有在推薦的 也許是因為 來這邊推薦剛好 不是 台中來的 然後我現在喝喝看 喔 超甜 超不習慣喝的 超甜 發現台灣的比較好喝 這個呢 不推薦大家來喝 我覺得有點 後悔可惜 可是它有喝到一些 上面的這個 花生跟芝麻粉 可是呢 台灣的還是比較好喝 好 繼續採檢下一站 然後我現在要走去地鐵的路上 發現一個熟悉的名字 我要嚇死 為什麼林輝宏在那裡 林輝宏在那裡 林輝宏在這裡開店喔 好 今天呢我決定來到我的最後一站 就是 前幾天我去逛巴黎私家的時候 然後那個劍遠道的香港人 然後他們聊天之後呢 他跟我講說 就是香港裡面 他覺得最好吃的雞蛋糕 就是這一間 然後 他自認為是 雞蛋糕的天花板等級 所以我今天呢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一間 可是那間的名字蠻酷 他完全沒有提到雞蛋糕 但是 後面也有人在排隊 所以呢 我等一下帶大家去一下 他 當地人說是天花板等級耶 我們現在來去一下 嘿 到了 就是這一間 他叫 低調高手大街小吃 就是這一間 就是這一間 看一下那多一間蛋糕口味 感覺很好吃 我買了一個 雞蛋仔跟 黃金鴿子餅 等待的過程中發現 真的在地人超多人來買的 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要吃雞蛋仔的話 好像可以來這裡 我等一下替大家品嘗一下 我們這一間的最後一個美食 OMG太多人了 真的是當地人 而且還有很多人推薦 周潤發也有來 耶 我的雞蛋白 還有我的那個 Swaffle 然後現在試試原味的 有沒有在浮誇 他這個也是天花板等級的耶 超人 他真的是原味 我想說 原味最能夠吃出 到底是好不好吃的 結果他真的 很好 超脆 這個可以真的是 電話板等級的 謝謝那個 那個香港的朋友 這個沒吃到會 真的會後悔喔 大家 這個 這個是太屌了 太厲害 這個太厲害 這個太厲害 我另外一個呢 是買Waffle 就是鹹蛋黃的 然後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好啦 這是我最後一個 香港的餐點 我真的會想哭 我沒有在浮誇 超好吃 他有一種 就是 鹹蛋黃的那個 酥脆 然後還有加一點糖 所以會吃到 脆脆的東西 就是 整個 就是 我 我可以承認他應該 真的是我吃過 雞蛋仔裡面 最好吃的 還有鬆餅裡面 最好吃的 大家已經要來吃 吃 我吃到會很激動 真的 這個一定要來吃 Oh my god 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 大家都在買了 這個 必須來 必須來 真的很多人在排隊 我真的沒有要浮誇 你看大家 下雨天還在排隊 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當作我的香港Ending 我覺得非常完美 好 回到我的飯店了 好 今天呢 就是現在這個燈 其實是我把那個 大燈關掉 想要給你們看一下 飯店外面其實是可以看到 整個 我拍的是海景 超讚的 一個很舒服 很chill的感覺 然後 這個 雞蛋仔 我真的是 服了 太厲害 我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雞蛋仔 今天呢 其實就是 我的 香港的 最後一個晚上 然後 今天其實走了蠻多的路 然後我今天也想說 每一次的旅程的最後 都會有一個 一個人的旅程 所以 我就多帶了一天 然後 也算是自己亂走 然後去看了一些 整個 香港的城市 然後跟他們的步調 等一下 先吃完最後一口 好 好啦 我現在呢 準備要 去 機場了 要跟這間 那個飯店說 白白 這個飯店呢 真是太讚了 真的很推薦大家 這間飯店叫 East Hong Kong 然後 有海景房 這是真的很讚 走吧 我拖運完行李啦 然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是訂長榮航空的 那 它旁邊這邊呢 會有那個 自助的 就是check in 那你check in之後呢 它就會直接 應急一下 跟行李 就可以直接來旁邊這裡 然後 就直接 自行拖運行 你就不用排這個 超長的 我看 現在大概排超長的 對 這樣 然後我其實 check in到 就是 那種拖運行李 其實只花了不到 五分鐘的時間 就好了 所以 大家 來這裡可以 應用一下這個 自助的東西 蠻方便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 進海關囉 耶 啊 我還買了那個 back house 要回去給朋友吃 你想吃吃看這個 糕麵 你看 進去 進去 那 進去 湯